現在夜情是越來越嚴重 今晚一直團出較早的病例 讓大北領人的新兵以及加州市非常感動 每對這個衍生政府規定 新兵要做200塊的快速提供 因此才能來領人 但是我們都不能確定領人後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對此也好有相關的黨員 要公開說明應變的措施 才能讓人安心去做兵 現在夜情繼續來新聞 各地軍人也不斷來團出 阿兵哥在亞庫來較早的進行 面對著這個問題 中央政府刷破一個環境的應變方法 讓家長實在是非常煩惱也沒來 孩子們在這時候入伍當兵 難免會讓人很擔心 萬一有人不信染疫的話 難免會傳染給其他的同學 那在這方面 不知道政府有什麼因應的措施 希望可以公開讓我們家長知道 讓我們大家可以更放心地將孩子送進去軍營 因為最近疫情那麼嚴峻 我們身為家長一定會擔心 假如說不小心在營區裡面確診的話 其實現在因為面對這個疫情 說真的國家或者家長很難緊急地去應應變 因為營區裡面 他也沒有那麼多隔離的措施 我可以接受就是回到家裡來做個人的這個居隔 在於人必須要快篩兩次營性在當地面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確定是不是有營性變容性 還是辦家以後的問題 對著也只希望壓庫要更實在做好消毒工作 如果我們在裡面染疫的話 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面 這部分也不知道政府他們有沒有替我們安排一些相關的措施 雖然我們現在有做兩次快篩才進到自己 但是還是可能會在裡面就是因轉陽 然後如果六日放假回家的話 會比較害怕回家可能把病毒帶給那個家裡面的長者 所以希望有相對的措施可以讓一男不會把病毒帶回自己的家裡 雖然日夜靜靜必須要快篩 但是也好有關營以及政府要公開水平應變措施 再當給家中安心跟小孩送去去關營 現在入營的子力兵 像我們政府都特別強烈要求就一定要做兩次快篩 完全快篩陰性以後 我們才把子力兵帶到部隊去服務 一切阿兵哥的安全有沒有受到community的影響 一切由營區裡面做管理 也請家長能夠放心 也呼籲各部隊以及中央單位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對營區的安全能夠做好 維護與管理 到軍中的時候我們也沒有辦法說確定他們是否是陰性 也很怕說是會陰轉陽 也希望我們的政府能夠對這個矛盾的地方 做一個可以有效的防護的措施 以前還有一回新兵 一刻在民間鄉要來給民業 民間鄉公司除了訂領大家的獨特消毒 也有進散後業用品 希望讓這些人都能夠平安退後 記者維定蔡報導 記者維定蔡報導